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撤销了美国投资者购买或者是持有小米证券的全部限制 现在可以说是终于尘埃落定了 另外就是小米在新金股当中 我们知道它是没有反垄断这方面的担忧的 是否目前对于小米来讲 它全部的风险因素已经解除了呢 后续的投资价值是否也可以逐步显现 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要看一下小米今天会公布的丁业机表现是怎么样 如果你看过往的话 其实小米暂时在政治那方面的影响真的是解决了很多 因为在之前小米的那个股份在30多块那个高的位置 回调到21 22块那个比较低的位置 最主要就是因为中美双方他们之间的一些政治的事件 就是影响到小米给那个美国那方面 纳入到那个禁止去马入有关股份的那个事情 所以也影响到很多的一些外资 他们在之前已经估出有关小米的一些股份 不可以投资小米的一些的股份 但是现在呢已经取消有关的一些限制的话 其实也会慢慢把一些国际的一些资金再度楼入到那个小米那方面 所以对小米的那个股价你看见第一波的话 反弹到25块那个水平是比较稳定的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好消息也不断 因为现在就是不死罗素也就是说了 在入月4号还有入月中的时候 会慢慢把小米再度纳入到指数那方面 所以你看见小米再度纳入到那个国际指数那方面的话 资金的楼入就是对比之前会比较多一点 除了就是有北水的支持以外 国际的一些资金的支持 对小米的一些股价也就是也有比较大的一些支持 但是最大的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股价能不能够重回到30块这个水平 就是要看一下今天公布的那个业绩 因为今天呢小米就会公布那个业绩 晚上8点钟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的投资界 投资界的一个电话会议 所以很多的一些投资界现在在等 它的业绩会做的怎么样 很多人会把那个焦点释放在小米坐车的那个事情 因为到现在我们看见 今年它宣布会把那个坐车来按 但是下一波它坐车的一些模型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实践表 应该是很多的投资界会担心 所以呢我猜就是今天的发布会 也会影响到它往后那个股价 能不能够回到30块这个水平 那我们看到在小米股价方面呢 目前也是在27块钱上方 但是好像没有昨天的那一波声势了 正如Kimi所说 昨天也是因为纳入富时罗素指数系列 这样的一个消息带动 所以小米股价一度是升5% 高见28元 也是向上挑战上周五的一个月高位 是在28块1毛5的位置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有超过了2000的估盘 是在小米28元这个位置排队出货的 这些人可能都是打算先行获利吧 怎么来解读投资者目前的这种心态 那小米股价是不是在28元这个位置 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呢 对 就是也看见了 也有一些资金先估出小米的股份 在业绩公布之前 因为我们也看到蛮多的一些科技股 他们公布的业绩以后呢 股价反而就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下调 你看一下好像是快手 他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公布的那个业绩以后呢 也就是在昨天那个跌幅是比较明显 跌幅切过10% 到今天股价那方面也穿破到200块以下的水平 所以呢很多的投资者 他们可能先就是获利子弹 先把那个小米的股份在昨天先估出 北景我们取了就是担心业绩以后呢 他就那个股价那方面会有回调以外呢 其实小米技术性那方面你看见 他所有的平均线到现在 已经在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特别在那个29块那个水平 所以今天最高的时候 看见过28.5这个最高的位置以后呢 已经很快回落 做一个比较明显 也没有太大的一个跌幅 就是因为29块那个主力是蛮大 所以考虑到就是业绩以后 可能会担心好像是快手那个事件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技术性的因素 主力是蛮大29块 所以在昨天也看见蛮有一些资金 可能是之前已经做一个抄底 大概是23块24块马路有关的股份 所以短巧所以在昨天的时候 可能差不多27块28块先 估出有关的股份 那其实正如Kimmy所说 大家还是会比较观望 就是收市之后小米的放榜情况 但是小米呢 它跟其他的一些科技股 有一点不一样 甚至呢在券商看来 它是有望成为ATMX当中 唯一交出超预期季季的一个巨头 我们看到券商就预计呢 经调整的净利润按年 可能会升71% 收入按年可能会升50% 所以说在它的这个业绩前后 我们在这个投资部署方面呢 大家就会非常的争执 就会想说到底是买还是卖 怎么买怎么卖 这些可能都成为了 大家的一个疑问 那Kimmy您会怎么来看待呢 看到券商那个预估 还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是 在这个业绩之前 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炒作呢 其实呢我们如果是小米的业绩的话 会分为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一定是 它手机那方面的出贺量 或者是销售那方面的事情 会怎么样 第一我们会看一下 小米其实最大的一个市场 就是印度的那个市场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看见 印度的那个市场 有很多的事情 会影响到小米的销售 第一方面 就是中印商方的一些关系 因为我们看见 在过往的时候 去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中印商方 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 就是有一点政治的事件 也可能会影响到小米 它本身中美商方的那个关系 中印的那个关系 也会影响到 它叫销售那方面的问题 第二呢就是要看一下 印度的一个疫情 因为现在也看见 印度的疫情还是比较满人重 其实那个印度的疫情的 人中的一个事件 在去年已经发生 会不会影响到 它在那个手机的 那个销售那方面 最大的一个市场 印度的销售呢 这个是很多的那个投资人 是会关心的一个事情 第三我们要担心的 就是它做手机那方面的出客链 会不会有一个影响 因为我们也看见 今年最大 最多人担心的 就是芯片方的那个问题 芯片方真的会影响到 在汽车制作 还有手机制作 还有就是苹果也已经说了 也影响到他们 iMac那方面的制作的话 所以其实也要看一下 小米在这一方会怎么对错 虽然我们也看过 它已经说了 会做一个芯片那方面 自己的开发 那那个开发的情绪是怎么样呢 所以我自己会猜 当然是很多的投资者 会关心的事情 最重要都是坐车了 因为也看见 坐车的那个消息 就是今年小米 那个股价大反弹的 那个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那下一波 它坐车的那个 时机是怎么样 实践表 有什么时候会有那个模组 交付量是怎么样 它有什么目标 定价是多少 应该是今天很多的投资者 会关心的问题 所以听完Kimi这么一句说 我们大家感觉到 就是我们看的不仅仅是小米 在这个上一季度的 一个表现如何 更多的也是要看到 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主要有三个方向 今天晚上大家需要关注的 一方面就是在印度市场方面 手机出货量 会不会受到疫情 还有中印关系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 全球都在缺新的这个问题上 小米能不能够解决 那第三点呢 就是在这个造车问题上 能不能够给到市场一定的预期 这三点呢 也是今天晚上 我们首要关注的三大重点了 那其实刚刚Kimi也是提到了 关于快手的问题嘛 那快手在业绩之后 狂卸11% 而且我们看到多间券商 是下调目标价 股价呢也是创上了 这个上市以来的一个新低 今天我们看到继续在跌 而且已经是跌穿了 200元的关口 那么快手未来 还会不会继续下探呢 我自己看的话 快手还是有那个下调的 那个风险 因为你看一下快手 它的那个最新的 低贵度的那个业绩的话 其实它亏损那方面是矿大 另外一方面 它销售成本那一方面 也提高了很多 还有它就是那个毛利率 那方面没有市场预计 提高的那么高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块 也影响到 它的股价回调是很大的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看一下 就是它的对手 就是那个Bilibili 它上市到现在 股价只是到现在 升幅有20% 那方面的premium 20%的溢价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 就是快手 它上市的价格 115块IPO 到现在还是有 大概是70大80的 那个溢价的那个水平 所以你看见 在那个水分那方面的 IPO的溢价 快手还是有的 但是如果在内地 我们看现在直播市场 最大的一个市场 一定是第一抖音 第二是Bilibili 第三就是那个快手 所以如果你看见 如果就是Bilibili 它的市场份额 是比较大一点的 那个公司 现在它的股价 对比IPO那方面的溢价 也没有快手那么高的话 自然会有一些的 投资者看见快手 它第一回到业绩 做一个明显的亏损 矿大的话 也会估出它的股份 因为对比它的 最大的对手 就是Bilibili的话 你看见还有80的 那个溢价的股价的话 还是有那个水分 给那个资金 就是估下去 所以我自己认为 就是快手暂时 还是有那个回调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 要担心一下 就是它的禁售期 因为快手到现在 上市已经差不多 有超过半年的那个时间 我们每一次 IPO的那个公司的话 他们股东也有 那个半年的那个禁售期 那禁售期 它大概就是在 那个8月份的时候 就会出现 可能会有一些的 那个投资者 他们看见快手 现在的股价 已经跌了那么多的话 禁售期就是很快 到了时候 他们会先就是很快 在禁售期以后 估出那个股份 所以还有那个波动 存在在快手的那个国家 所以接近8月份的时候 大家这个担忧 可能就会更多 那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一度 跌穿200元的一个位置之后 马上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所以大家就会想说 对于快手来讲的话 合理的估值 到底会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话 其实投资者 是可以接行去 一个潮底和部署的呢 我自己认为呢 你暂时看一下 如果在那个股值 使用率那方面的话 你看见其实快手 是比较便宜一点 对比那个比利比利 但是在那个股价 那个深刻的话 对比那个IPO 它还是有那个70%到80% 那方面的股价的溢价 但是比利比利 就有20%那方面的溢价 所以我自己认为呢 应该那个快手 他们是有机会再度 标签差不多192块这个水平 所以暂时 如果真的是要做那个老底的话 也不要太急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关于阿里健康的业绩方面 去年我们看到业绩是油亏转盈 那截至3月底呢 去年度的一个盈利 是3.49亿元人民币 前年度呢 它是录得了亏损约为660万元 不派莫及息 虽然说蓝球股阿里健康呢 经调整的一个利润大增近两倍 收入也是增长近62%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两整的 均是逊于预期的 所以您会觉得说 投资者更看重的到底是 油亏转盈这个侧重点 还是说更看重的是逊预期呢 从股价上来看的话 好像大家会看到 对于逊预期这个敏感度 也许会更高一点 那后续的话 我们对它应该如何去解读 对 同意 我自己认为 应该很多的投资者 会把那个重点放在 它的那个业绩那方面 是不是大标 就是对那个市场的预期 是不是大标 你看一下就是现在 其实阿里健康 它就是也有那个亏损 也有那个情况 但是它的那个股价 今天还是下跌 结果7% 就是因为它没有预期 做得那么好 反而你看一下 另外一支的那个股份 就是那个白威亚碳 它同样是公布了 今年第一规徒的业绩 也就是亏损盈 但是它的那个表现是达合 那个市场的预期 所以它到现在股价 还是不断上扬 从25块已经上扬 到27块这个水平 所以我认为 应该市场的人士 他们会把那个股价的 升幅的标准 去放在 是不是在预期那方面 所以今天小米 发布那个业绩的话 我们还是要留意小心 就是它的业绩 是不是符合预期 那方面的事情 所以其实在业绩公布之前 如果它的这个预期比较高的话 也许也不是一件好事 反而大家也许预期比较低的话 会给到市场一定的惊喜了 那我们再说回 这个互联网医疗股份吧 其实我们知道去年度 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也是他们一个 蓬勃发展的年份 那么今年度的话 这些股份还会像去年一样 蓬勃发展吗 暂时我们看见 好像是阿里健康的 京东健康有关的那个股份的话 他们其实从那个3月份下股值 到现在股价已经回吐 到一个蛮低的那个水平 还有你看见 就是平安好医生 他们三大那个板块 到现在好像是 那个移动性不是太怕 只是在4月份的时候 蛮有一点点的移动性 但是那个生股那方面 不能够有那个明显的延续 因为我发现 现在市场那方面的人士 他们会慢慢把那个资金 融入到一些医美的一些行业 所以你看见 在医美的一些股份板块 在之前照顾是很明显 还有最近你看见 一些B股的一些板块 同样生物科技股 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反弹 但是反而你看见 1177它同样是公布的那个业绩 但是在昨天的时候 公布业绩以后呢 就是高开低走 就是也有那个情况 所以我看见呢 好像是市场那方面 还没有把资金 融入到那个online就是线上那方面的健康的一些股份 但是还是融入到一些生物科技股 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说的 街医美的一些行业维组 那另外呢 我们知道公布业绩的呢 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的巨头 也就是金山软件 那我看到金山软件手机是赚多超过17倍之多 盈利是超过了1.1元人民币 暗季呢是跌47% 收入按年升33% 至近15.6亿 当中它的办公软件 以及服务收入按年是升一倍 网络游戏收入则是下跌 手机的办公软件 越活越用户呢 暗季是多4%至4.9亿户 可以说业绩也是非常造好的 但是今天股价呢 依旧是有一个下跌的情况出现 这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可以说呢 在昨天你看见很多港股的一些股份 他们胜负那方面是比较明显 除了就是人民币那个走势 在昨天非常强意外 就是因为在昨天很深指数 也就是慢慢要挑战29.9这个水平 所以今天已经达到29.9这个水平 会有一点点的那个乌亚的压力 虽然它就是公布了一个蛮好的业绩 同样就是可能是投资解 在昨天看见港股升股 也有400多点500多点太快了 也担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估压 因为我们看见在过往的时候 4月份到那个5月份 港股每一次到29.200这个水平 就有一点压力就是不下去 所以呢我猜就是在昨天 也有一些的投资解线获利 就是慢慢股处有关的股份 所以为什么今天金山 它的那个股份那方面 业绩出来以后呢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调 另外一方面要留意一下就是 横子结算在丁州就会开始了 所以在港股那方面波幅是蛮大 有一些投资者可能是希望 有一个稳定的回复 他们可能先付出有关的股份 先自然为主 明白 那也是非常感谢Kimi这一时一段 给我们带来了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栋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到明镜与点栏目 似 qu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